埔里正一家农业科技公司 今年参与行政院环境部的评选 荣获第九届国家环境教育奖 并且前往总统府接收副总统萧美琴的颁奖 成为埔里之光 在我们台一的努力之下 其实这几年 在我们友善农业 是我们探除籍的表现 可以说可千古典 为了推动环境教育 环保节能的设施 农场规划很多低碳 资源回收的园区 让水资源循环再利用 提供游客手机充电 我们是利用阿基米德式的水力发电 那它是小型的水力发电机的原理 那它是比较不会破坏环境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在这边呢 也有提供像这样的USB的充电的部分 就可以让客人啊 手机没电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里充电 那我们可以放下手机 然后听听水流经过的声音 让心灵扩得平静 那我们在园区导览介绍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也会跟小朋友提倡说 像我们阿基米德的原理啊 它是利用螺旋式的原理 那造就的水力发电 那这也是最不会破坏水土保持的一个部分 主人家邀请地方各界参观园区 里面有丰富的昆虫生态 对节能减碳很有效果的雨林环境 还有无土的农园 这整个园区呢 都是一个食农教育 环境教育里面最好的一个场域 那从我们刚刚看到 他们怎么在做蝴蝶富裕 然后也看到呢 可以让孩子在这边采果 然后采蔬菜 然后到我们还看到了这个水力发电 那一路走过来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蝴蝶的蜜圆石草 那甚至有很多是我们没有看过的一些植物 那有的是用它的造型颜色来吸引蝴蝶 有的是用它的香气 那我们看到了很多的 比如说像洛宇松啊 也认识呢 这个洛宇松呢 它有一种很特别的这个角角 那在这里呢 特别凉快 因为呢 是山上下来的这个山泉水 主人家用心推广环保节能 生态保育 友善农业等方面 相信对行家铺里的好山好水好空气 有正面的教育意义 记者发红困难头线采访报导 好 好